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武漢肺炎 地方中央互推責 民眾呼籲中共下臺 湖北不止武漢 周邊城市求助 張天亮2020年為中共垮臺做準備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大陸媒體1月28號報導說 湖北省黃石市前市長 長江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楊曉波 日前因患重症肺炎死亡 終年57歲 報導沒有說明楊曉波所患重症肺炎 是否就是武漢肺炎 但是大陸的知名爆料人曹山石 28號在推特上披露 楊曉波是在參加湖北省兩會期間 被傳染新型肺炎 兩會後出現症狀 從確診到去世 僅僅兩天的時間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世界各國除了採取各項措施控制疫情 在本國蔓延外 也紛紛派出專機到武漢接回本國的僑民 據《路透熱》報導 計畫從武漢撤僑的國家有 法國、日本、西班牙、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荷蘭、緬甸、德國等 丹麥媒體《日德蘭郵報》在1月27號 刊登了一幅名為《冠狀病毒的漫畫》 將中共五星旗的五星換成了五枚冠狀病毒 當天中共駐丹麥使館發表聲明 要求《日德蘭郵報》道歉 但是該報的總編說 漫畫沒有貶低或嘲笑中國局勢的含義 拒絕為他們認為沒有錯的事情道歉 丹麥總理梅特也說 言論自由是丹麥的傳統 沒有必要解釋對中立場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中共當局隱瞞武漢肺炎疫情 導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爆發 1月27號 武漢市長聲稱隱瞞疫情 是因為沒有得到中共高層授權發布 而中共黨媒則聲稱武漢政府 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憤怒的武漢市民拍視頻質問 共產黨什麼時候下臺 在隱瞞肺炎疫情導致全國性災難後 武漢市長周先旺在中共喉舌央視上推卸責任 因為它是傳染病 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 它必須依法披露 那作為地方政府 我只獲得這個信息以後 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 所以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 但受害深重的武漢市民 對他的說法表示憤怒 說完就是發財 現在根本就沒把老婆姻當回事 如果他們那些人找到遺憾罪才死人 你不會讓他接受的教訓 換個地方以後他在別處害人的 周先旺聲稱 1月20號 中共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 指示對武漢肺炎進行假類傳染病的管理 要求屬地負責後 他們才能主動的採取一些措施 比如果斷封城 雖然周先旺推說隱瞞疫情責任在中央 但中共黨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則點名說武漢市與國家衛生管理部門 都負有責任 北京《新京報》也罕見發表文章 問責武漢相關部門 就在武漢地方政府與中共高層 互相推卸責任時 受害的武漢市民出來發聲了 這位憤怒的市民質問 什麼是小康 人都沒有了 叫小康 我們這些老百姓要你們政府做什麼 求求你們走吧 下來吧 我們需要好的領導領導 我們做過好的日子 我們不需要你這種腐敗的政府 你們高層 你們自己搞我把我們這邊老婆心 你們不得了 犧牲的時候我們這些老婆心 你們到底是人還是鬼啊 還是魔鬼啊 你們到底是在高層 武漢肺炎去年12月8號出現首例患者確診病例 12月中旬開始蔓延 當時有民眾在網上披露疫情 被武漢警方以散播謠言 擾亂社會秩序處理 8人被抓 由於武漢當局的誤導 民眾對疫情完全沒有防範 致使疫情大規模爆發 並擴散到其它地方 目前 除西藏尚無確診病例外 中國大陸幾乎全部淪陷 武漢則是重災區 1月23號封城後 武漢成為孤島 在醫護人員不足 藥物及安全設備極度匱乏的情況下 許多患者無法得到及時的救治 甚至屍體都不能及時處理 網上求助的人落意不絕 這突然什麼都封了 誰都不進去 誰去 也不能滿足跑的 什麼公交啊 街頭外面連跑的離職都沒有了 到哪個地方都要控制 它去北京那個時候還嚴重 北京遮到多少人 這個病樓感染 外星秘樓遮到多少人 腦圍心有危險 對腦圍心想 上面有危險的確確認 儘管災情嚴重 但目前信息仍然不透明 民眾仍然認為官方還在繼續隱瞞 感染病例人數和死亡人數 中共湖北省副省長楊雲燕 日前在湖北省政府的疫情發布會上表示 湖北正在為應對疫情加快調配床位和定點醫院建設 全省已確定112家定點醫院醫療機構收治染疫患者 開放床位近10萬張 這個10萬張床位被外界認為泄露了真實的數據 而大陸媒體發稿不久就開始陸續刪除相關報導 武漢市民余先生認為 中共這種罔顧民意、草菅人命的做法 勢必造成社會不穩定 希望武漢肺炎能成為導致中共垮臺的契機 連日來 關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焦點 都集中在爆發疫情的武漢 以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 但是武漢周邊農村也不斷傳出消息 表示湖北不只有武漢 請舅舅現成吧 1月27號 湖北天門農村的一則視頻 在海外推特上求轉發 推文表示 天門農村現在基本上不能去醫院 連鎮衛生院也去不了 只能在家等死 人死之後叫人過來脫屍 連疑似患者也算不上 此外 微信平臺上也有人發文 再呼籲湖北不只有武漢 請舅舅現成吧 文章說 這次疫情儘管以武漢命名 但攻堅站恰恰在武漢周邊的鄉村 比如距離武漢78公里的黃岡 據統計 在武漢封城之前 從武漢出發返鄉的人口流入最多的就是黃岡 約佔15% 黃岡市民告訴新唐人 當局公布的感染人數不準確 另外由於封路 地方上醫療資源短缺 是怎麼樣是為準確的速度 我還不清楚 再說我七分界好像劉伯 劉伯症有感染 有這個病毒 他們已經把劉伯症悟災亂經過處理 再延了嘛 這段時間不能不允許人到那個亂次治病了 接著到1月28號下午6點 黃岡聲稱已經確診213例新型冠狀肺炎患者 但由於醫療資源的匱乏 當地醫院檢疫非常困難 根據《三聯生活》週刊1月24號的報導 黃岡有一家四口全是疑似病例 父親雙肺全被感染 醫生根據CT影像圖片 基本上可以判斷是新型肺炎 但醫院沒有試劑核 所以診斷為疑似 其餘家人也被感染 但他們都不在確診病例之中 而周邊民眾表示 同樣需要關注的不僅只有黃岡 很多地方都缺乏這方面的隔離 這方面消毒了 這方面的物資 因為沒有提前備用 因為都封嚴了 我們這個監獄機區 我們這個身裡有一副 他們從武漢過來的 連牆都趕完了 連醫生都趕完了 網友在推特求救 表示縣級、鄉鎮級的醫院沒人管 這給醫護人員帶來極大的風險 事實上 儘管武漢備受關注 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武漢市 有武漢市民表示 母親感染了新型冠狀肺炎 但社區主任說 無法安排病床 建議在家等死 還有武漢市民病情持續惡化 但沒有醫院收治 他不敢回家 又被賓館拒之門外 只能淋著雨 坐在路邊熬過一夜 武漢民政局1月28號發布 對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去世者的遺體 免收火化費用 同時為了加強運力 調配了一批病儀車輛、人員等 公告引發對死亡人數的質疑後 官方迅速刪去對病儀車數量的描述 網友呼籲 請不要把稀缺的資源都浪費在第10級醫院 分配給縣醫院 那裡才是主戰場 張天亮2020年為中共垮臺做準備 好 觀眾朋友在廣告過後 請關注更多消息 2020是中共當局口中的全民脫貧年 各地政府紛紛緊跟這場脫貧大忌 大玩數字遊戲 被脫貧的農民表示 這是共產黨對人民的欺騙 中共官媒近期大肆宣揚 所謂脫貧的傑出成就 不過老百姓們卻大呼欺騙 湖南省政府扶貧辦去年底發出通知稱 2020年湖南省貧困人口脫貧收入標準 為年人均收入4000元 要求各縣市區嚴格執行 做好貧困退出工作 網絡活躍人士李金平向媒體表示 湖南當局欺騙民眾 當局每年向貧困戶提供4000多元 每月只有300多元 但每個月要拿到3000多元 才能維持家庭基本生活保障 中共當局2015年提出 2020年實現全民脫貧 當時中國貧困人口超過4300萬人 去年10月 中共國務院扶貧辦預計 年底約有95%的貧困人口脫貧 90%以上貧困縣摘帽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指出 中共的所謂脫貧不過是玩數字遊戲 中共在操縱它的匯率嘛 它一方面運鈔票通貨膨脹上升 表面工資出時上升 它實際的購買力並沒有相應的上升 那這樣的話也會給人帶來虛偽的假象 好像這些人均收入都增長 然後這些人都脫貧 中共喉舌期刊《半月談》也承認 脫貧攻堅有數字之上的現象 連一頭豬都有四種不同的演算法 謝田表示 全民脫貧無法達到 貧困人口還可能增加 福建民眾明先生表示 真正的貧困人口 很多是有身體或精神殘疾 上海居民朱先生對媒體表示 中國貧困戶非常多 政府無法幫助他們真正脫貧 全國農民平均每月退休金只有100元 冰先生斥責 所謂扶貧就是鬧劇 民眾也沒法統計真實數據 一統計可能就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作為政治任務來搞的這場脫貧運動 也成為中共官員重要的政績指標 因此強制脫貧也在某些地區上演 雲南省某位村民就因拒絕簽字脫貧 被村委會通報 據《寒冬雜誌》報導 一名殘疾且身患多種疾病的農民 靠有限收入及每月250元的政府低保金 維持全家人生活 隨著2020脫貧年到來 這點微薄的低保金也保不住了 它所在的縣也將成為小康縣 江西上饒市魚乾縣九龍鎮官員 從去年7月起就強拆貧困戶住房 因為他們影響了脫貧成果 有河南老漢在房子被強拆後絕望自殺 一位被脫貧的農民說 共產黨對人民的欺騙 內幕只有親身經歷的老百姓才知道 而新華網還刊文稱 種種民生新舉措將溫暖你我的小康生活 這在許多百姓眼中可謂一大諷刺 被地方官侵害權益的山西柳林退役老兵于海平 熬不到2020年就吊死在了山西省信訪局大門上 上海孫洪勤因房子被當局強拆 家破人亡 母親也在維權路上克死北京 孫洪勤感慨 這是多麼令人恐懼可怕的小康生活 北京西城區訪民孫寶妹因工房被房管所官員盜賣 13年來無家可歸 她說只有中共官員能進入小康 百姓是最低層的 只能做夢奔小康了 前不久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博士飛天大學人文與科學副教授 張天亮在大紀元新唐人媒體集團舉辦的 《決戰2020時事論壇》上 以我們應該為中共垮臺做哪些準備為題 分享了他對國際時事的觀察 他認為 中共目前進入經濟死胡同 國際社會也已經將中國民眾與中共區分 不得民心的專制體制瓦解已經不可避免 中共崩潰論的說法已經在輿論圈中討論多年 雖然各方對中共垮臺的時間點預測不同 但對中共政權正在進入尾聲 已經越來越達成共識 張天亮博士認為 中共一直通過經濟發展 為執政合法性辯護 但是現在 中共在美中貿易戰 民企國有化 和香港這三個問題上 都已經進入經濟死胡同 他指出 中共過去20年發大財 其實是搭上了全球化的班車 英國公投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 這班車已經減速 對於中美貿易協議 無論能否簽署 是否執行 中共都陷入兩難 即使簽了之後的話 中共也可能不認賬 不認賬的話 其實應該回到這美國再加稅 反正也是死掉了 如果你要認賬的話 那麼你就必須得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自由的社會 你要有一個完善的法治 然後你需要有這種知識產權的保護 包括獨立的媒體等等 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你等於是還是沒有辦法真正去執行美國的那些要求 也就是說 不簽協議是死 簽了協議之後的話 中國會走向民主自由和開放 中共也是會死 2019年 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 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創辦人 已經紛紛不同程度退位 杭州還有上百家大型民營企業 被要求進駐政府事務代表 張天亮指出 目前中共資金緊張 試圖通過國有化來搶劫民營企業的資金 但是 把觸角伸到民企的做法 同樣會把中共逼到死胡同 共產黨這個制度的話 它是一個最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 中國根據商務部的調查 大概有65%的GDP是由民營企業提供的 而且民營企業的話 創造了中國75%的專利 90%的新增就業 如果民營企業垮掉的話 這也就意味著說 中國的就業市場會更加的黯淡 然後的話 中國企業創造的利潤的話 幾乎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搶劫國營企業的 民營企業的話 你肯定就死定了 經濟會死定了 如果你要不搶的話 你又沒錢 另外 今年港府企圖修訂逃犯條例 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大陸受審 觸發了香港民眾一連串的大規模反送中 使為遊行和警民衝突 張天亮認為 中共的困境在於 如果強力鎮壓香港 必然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制裁 但是不鎮壓又等於是向民眾宣告抗爭有效 因為中國現在根據商務部的報道 70%的國際美元的來源都是從香港來的 所以實際上來說 如果你要把香港卡死之後的話 中共其實美元現在是中共經濟的一個聲音線 它的人民幣的這種信用的話 也是以美元為毛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美元的資金來源斷裂的話 那麼中共它會這個經濟會垮得非常快 另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 美中衝突是美國與中共的衝突 不是美國與中國民眾的衝突 張天亮認為 國際社會已經改變了對中共的思路 將中國與中共區分 而在國內 中共的體制也不得民心 比如 中共的御用五毛花千方就在網路上抱怨 當地的福順市政府對其母40年的養老基金不認賬 連對中共好像是最最忠心的大五毛都要反水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中共沒有錢了的話 如果中國經濟垮掉的話 那麼最後的結果一定是 整個全民的對中共的不滿會急劇的增加 包括中共的軍隊警察 包括中共的那些武警 因爲什麼呢 因爲他們也有家屬 是屬於平民 也是屬於被中共鎮壓的對象 所以到那個情況 當一旦中共沒有錢之後的話 社會局面就失控了 張天亮認為 國際社會應該做好中共垮臺的心理準備 推動信息自由流動 讓中國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 瞭解中共的邪惡 各種有利於中國和平轉型和平穩過渡的方案 才能獲得社會共識 他還建議 中國民眾可以和各國政府取得聯繫 讓他們蒐集所有中共貪官 搜刮的民財 並存放海外的證據 將來可以用這些資金重建中國 穩住經濟 好 觀眾朋友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大家過年好 過年嘛 慈舊迎新 除了新年祝福之外 最重要的事就是送瘟神 比如說放冰炮 這裡我們就祝中國早點送走共產黨這個瘟疫 萬事如意 咱們接著說正事 2020年1月26號 武漢發布機動車進行令 也就是五環之內私家車不能上路 只有有許可的公務車等疫情防控車輛才可通行 隨後呢 又有一個補充條例 那就是如果您的手機沒有收到進行通知 您就可以開車上路 那麼誰會收到進行通知呢 就是疑似病例或者是感染者 咱們今天重點說一下封城這個事 1月23號凌晨2點 武漢市發布了封城令 但是在封城之前 50多架飛機提前飛離 另外呢 武漢的道路封鎖也晚了好幾個小時 到了1月26號 武漢市長承認有500萬人逃離 其實呢 不光是這500萬人 因為中共的瞞報 所以這個春運的高峰前期 已經有大批外地人從武漢返鄉 病毒的擴散已經不可避免了 所以武漢封城錯過了封毒病毒傳播的第一時間 中共封武漢城最大的問題是 它沒有建立一個隔離區 那麼什麼是隔離區呢 就是把沒有感染的人和感染者分開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避免交叉感染 同時隨著隔離區的擴大 也能逐漸的把這個武漢市可以清理出來 被感染者和疑似案例都被留在自己指定的區域裡面 這樣做 不光能救了武漢的大部分人 也救了醫護人員 但是 武漢政府的做法是癱瘓武漢城 醫護人員疲於應付來醫院的病人 醫院成了一個交叉感染的地方 甚至再近的醫院 也不是收留那些沒有被感染的人 而是收留疑似病例 所以也不安全 現在沒有被感染的人躲在家裡 精神抑鬱不敢出門 網友甚至說 看了中共的春晚 有一種焚頭蹦滴的感覺 那麼 已經離開湖北的人 被中共當作維穩對象處理 不讓住店 不能回湖北 如果湖北人現在離開 會被勒令返回 甚至有政府警告說 有可能被判刑七年 中共的這種做法 不是封城 而是圍城 我們舉個例子 1948年中共包圍長春 不讓百姓離開 消耗國軍糧食 導致幾十萬人餓死 中共也是圍了武漢城 讓百姓自生自滅 消耗病毒 如果病毒沒了 更好 實在不行 就圍城到四月底 中共指望這次肺炎就像當年的SARS一樣 一天熱就自動消失了 但是 如果四月底肺炎不消失 中共還可能做出更加滅絕人性的事情 那麼什麼才是封城呢 北京 1月26號晚 北京的省級客運全部停止 也就是說不讓外地人進入北京 但是室內交通正常 不讓外地人介入 那是為了保中南海裡面的老幹部平安 我們最後是要跟台灣的朋友說一聲 不要指望世界衛生組織 因為武漢封城的那一天 世衛也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疫情 結論竟然是推遲宣布疫情是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這個事情正如咱們之前說的那樣 被中共滲透的世衛不值得信任 那麼台灣應該怎麼辦呢 拋開世衛和共產黨 與美國的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建立單邊聯繫 因為中共會把病毒樣本發給他們 CDC的反應也是很快的 1月24號 美國剛剛出現第二例病例的同一天 CDC就對湖北省發出最高級別的旅遊疫情警告 建議大家取消去湖北的旅程 節目的最後啊 祝願大家送出共產黨這個瘟神 新的一年 萬事如一 謝謝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